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利用平移解决问题 下面让我们来学一学 我们看下面这个图形的面积是多少呢 我们知道每个小正方形的边长为一厘米 我们看这个图形两边都是曲线 那我们该如何计算呢 迪迪说 我们可以先把左边这部分剪下来 把左边这一部分剪下来 向右平移五个格 向右平移一二三四五五个格 我们看就变成了一个长方形 现在让我们求长方形的面积 你会求了吗 我们数一数长方形的长是一二三四五 五个格就是五厘米 长方形的宽是一二三三个格就是三厘米 所以我们列出算是五乘三等于十五平方厘米 看这两个面积是相等的 所以这个图形的面积就是十五平方厘米 同学们你们会算特殊图形的面积吗 下面让我们来一起练一练吧 图色部分占整个图形的几分之几 我们先看第一幅图 左边和右边都是不规格的图形 我们可以把右边的图形平移到左边的这个长方形格里面 看它是不是可以正好填满一个长方形呢 所以我们把它移过来 它就占整个图形的一二三三分之一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幅图如何平移呢 我们看这幅图如果把它从中线分成二分之一 我们看右边的这半部分向左平移的话 是不是正好可以把二分之一的空白部分补上呢 所以我们就把右边的部分平移到左边空白处 所以图色部分就占图形的二分之一 再来看这道题 下面是两个三角形被涂上的颜色 我们怎么求呢 我们看 两个三角形如果把右边的平移到这个三角形的上面 它是不是就可以组成了一个 与其他两个正方形相同的正方形呢 所以涂色部分的图形就占整个图形的三分之一 好 同学们你们会利用平移解决问题了吗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图形 算出这个火箭的面积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看这个火箭是个不规则的图形 我们想想用平移如何把它平移成我们学过的图形呢 对我们可以把右边的三角形平移到左边这个空白处 我们看它是大小相等的 这样就变成了我们学过的长方形 我们看这个长方形的宽就是5厘米 长方形的长就是10厘米 那这个长方形的面积呢 就用5乘10 长乘宽等于50平方厘米 所以这个图形的面积就是50平方厘米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节课的内容吧 对于不规则图形 可以采用割补平移的方法 把不规则图形转化为规则图形 使问题得到解决 好 同学们今天的内容你们学会了吗 今天就到这里了 再见